在上期《中国好声音》的节目中,李剑战队与诚庆战队进行了对抗,最终李剑战队以2比3遗憾落败,李剑淘汰自己战队中的赵家豪,而在节目的最后的下期预告中,我们发现谢霆锋战队的王台组合, 打包安琪仅剩下了一名成员,组合中最有特色的极端散狂安琪不见了,只剩下喜欢二次元音乐的刘安琪,打包安琪是本季《中国好声音》最具争议性的一组选手,因为他们这对组合是将截然不同的两种音乐风格揉合到了一起,这种形式以前从未有人敢于去尝试的,其实他们的争议是必然的,因为这种风格从来没有人尝试过,他们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, 对于新的东西肯定是有人接受也有人反对,但作为一种新的风格,如果他们可以继续站在台上,一定会受到大家的关注,但事实是他们最终承受不住舆论的压力解散了, 在预告播出前就有网友在微博中爆料出本季《中国好声音》的七强,那里就把打包安琪写成了安琪,也就是说刘安琪成功地闯进了鸟巢的总决赛,而网友还爆料称是刘安琪演唱了DJ版的《贝加尔无叛》,击败了李建导师的爱徒康树龙并晋级七强,康树龙还在微博上发文, 如果我是DJ你会爱我吗?来调侃自己的失败,康树龙是本季《中国好声音》李建最偏爱的学员,就连他在对战中有忘词的失误,也优先选择了让他晋级,而不是淡增尼玛,对于这件事,小编觉得再没有听到刘安琪唱的歌曲,以前也不好下结论是谁的作品更好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